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八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设计下 那么在基础VI设计下这一部分里面呢 我们将要学习一些和色彩有关的一些内容 包括这个 你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这个设计色彩 然后以及RGB和CMYK之间的关系 还有就是说色彩构成的三大基本要素 色彩与心理暗示 冷色系暖色系或中性色系等等 到中间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重点的讲 色彩这些系列里边的一些色彩 包括红色黄色蓝色橙色绿色紫色 也就是说基本是讲了这个七色光 他们的这些用法 然后到后边的时候呢 我们会学习这个标准色的实战应用 这个就是基础VI设计下所要讲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点课呢 我们先来学习认识一下什么是设计色彩 首先呢 我们打开Ellustrator这个软件 在这儿呢 同学们可以先想象一下 就是说看一下 观察一下你身边的这些物体 包括你桌子上的这个手机 它是什么颜色 然后你的键盘是什么颜色 你的鼠标 甚至说你这个桌子上的这个 如果有这个零食的话 你看一下零食这个包装袋 然后或者说你这个可乡堂的盒是什么颜色 像老师这个桌子上面就有一盒这个可乡堂 它这个外包装呢颜色呢 是红色的 那么我们去想象去这个想一下 那它为什么说是呈现给我们视觉上呢 是一种红色呢 假设是红色呢 那么都知道这个自然界太阳光嘛 有七色光 适成红绿青蓝紫 那简单来说 嗯 太阳照到这下 太阳的光照到你这个 盒子上 口香糖这个盒子上呢 那么 它本身的这个颜色 吸收了 其他的这个颜色 其他的这六个颜色 偏偏唯独这个红色 它没有吸收 那么它折射出来的呢 就是这个红色 也是呈现给我们视网膜所看到的 就是红色 就是说物体我不吸收那种颜色 我们看到的就是那种颜色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而这个三颜色的叠加 就像我们都知道 这个RGB 红黄绿 这三个颜色 叠加 数值都为255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白色 都为0的时候呢 就是黑色 就像你 就像天黑了一样 天黑了 你看不见 你看不见这个 嗯 没有没有太阳光了 那你所有的一些物体 都在黑暗中 那你黑色呢 实际就是吸收了 所有种类的色光 而这个白色呢 就是完全的反射 在之前老师有个点 说折射 这折射说的是不对的 是反射 然后白色呢 太刺眼了 你以至于就是说 所有的光 都反射回来 太刺眼了 那它就是一片空白 白色 也就是说 我们穿这个 夏天的时候 你去感受我 你穿黑色的半球 就往往要觉得这个 穿 白色半球 要热 那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它吸收了所有的 所有的光 所有种类的 颜色的光 所以它会很热 黑色吸热 白色呢 它反射出去 所以它会相对的凉快一些 这个就是 我们要讲的一个自然光 那么今天要说的呢 不是说你要知道这个 西色光啊 我们要说的是 设计色彩 那设计色彩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定义 设计色彩呢 就是颜色搭配 很简单 我对这个颜色进行一个搭配 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去刻意的一个去组合 当然这刻意刻意的呢 也是有一定它的意义和作用 不是说你这个颜色随意的 胡乱的去搭配 是有一定的原则 遵循一定的规律 那他们这规律是从哪来呢 原则又从哪来呢 那就是说 在这个自然万物中 然后长期摸索出的这样一个规律 颜色 它时间久了 颜色就有它的独特的一个代表性 包括你红色象征是什么 蓝色象征是什么 因为人是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 他对这个颜色的感知认识呢 也是通过这个历史 或者说长期生活积累的 那我看到这样颜色的时候 对我的心理构成一种什么样的暗示 那么设计师呢 恰恰抓住了 提取了你这种的关系 这种原则 通过这种 关系和原则吧 对这个设计进行刻意的一个设计 它能吸引你 或者说能对你的心理视觉上 产生一种冲击和共鸣 这个就是设计色彩 意义所在 它能影响着你这个对美的感知和认识 影响着带动着你这个情绪和生活状态 以及工作效率 等等的这些 都是这个设计色彩的意义 它存在的一个重要性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一下这个 红黄蓝 这个是三原色 有这三个颜色呢 他们进行组合和变换 很多的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像RGB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显示器的这个三个颜色 显示器所常用的这三个颜色 通过这三个颜色组合 包括像我们在手机上的一些色彩 它都是可以呈现出来的 而这个CNYK呢 它是一个印刷色 在我们下讲课的时候 我们会着重的讲RGB和CNYK 它是怎样的一种联系和关系 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同 然后到后期的时候 我们也会讲这个一个色彩 它其中有三个基本要素 构成它的三个基本要素 包括这个色相 明度和这个饱和度 也成为这个纯度 在我们学这个Photoshop的时候 我们打开这个快捷键Ctrl U 就跳出这样的一个三个参数 分别是这个色相 明度和饱和度 我们也会专门拿出一点课 去对这个 它的这个要素 去进行一个解答 然后也让大家能清楚认识 这三个要素 然后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经常在这个色彩里 说的一句话 远看色彩 近看花 当我们这个物体 会被放到很远的时候呢 那我们看到满山遍野的 就直指是这个颜色 而不是说你会注意这个细节 你会看大的这个色泡 它是呈现出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颜色 就是远看色彩近看花 那么到近处的时候呢 是七分颜色三分花 这个物体在你的面前 放的足够大的时候 那么你关注的点 也不是这道花 七分都是这个颜色 会看到这个牡丹花的颜色 粉色 深粉色的这个花蕊 然后以及到它外花 花瓣外边缘的时候 它这种淡淡的粉色 这个就是说 色彩 对我们这个 情感上呢 有很大的一个波动 人们对这个视觉 就是对这个色彩呢 是有特殊的比较敏感 摄影师呢 也是通常抓住这样的特点 然后对他的这些摄影作品 加以这个色彩上的加工和改造 然后出现一些我们适合我们这个需要的一些色彩 包括以后它应用在这个包装上 食品包装上 然后或者说是 其他一些产品上的包装上的都会刻意的应用一些颜色 而对让我们对这个颜色产生共鸣 这就是我们这点课所有奖 然后同学们需要记住的就是 色彩色彩呢 就是这个颜色上的一些搭配 被称之为色彩色彩 那么这点课呢 就先讲这么多 下点课呢 我们着重的讲一下RGB和CNLIK 它们之间的一些联系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